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Wikimiki决定解散了 6月7号,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2017年出道的Wikimiki 在经历了7年的团体活动后 成员们将互相支持彼此的未来 各自开启新的旅程 而在6月12号 Wikimiki将会发行最后一首歌 Quincy Destiny 为这段美丽的旅程画上句号 另外,在今天Wikimiki爆出解散的消息后 2015年出道的太阳 2016年出道的酷酷蛋 2017年出道的Wikimiki 2017年出道的Christine IOI出称成员所属的女团 除了五九所九之外 全部都解散停止活动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不打算让他们活动 就早点放他们 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困住7年 这个经纪公司太过分了 Produce 101第一季出称的参赛者中 作为歌手活下来的 只有妖怪爱子的所缘 孙明和乡行 作为演员 Quincy Destiny的发展也可以 企划能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通过节目 这些人都是实力和明星 潜质已经得到了验证的人呢 确实因为第一季的问题 相比于IOI的成果 后续的团体发展都比较令人失望 并不是在责怪成员们 反观 经历了一些波折后出道的Ig1 后续团体或个人发展都相对顺利 活动也很活跃 IOI成员们都很漂亮 也有才华 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希望Wikimiki成员们 都能在各自的路上走花路 下个消息是 Lisrapin的所属公司宣布提高了 6月7号 Lisrapin所属公司声明 公司已经判断 针对Lisrapin的无节制恶性贴文 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因此将加强 为保护艺人权益的法律应对 公司针对一人的国内外社交账号和在线社区 包括所有渠道 进行全方位的恶性贴文及评论的搜证 在此过程中 除了粉丝们的举报外 我们还聘请了国内外律师事务所 及多位专业人员 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收集证据资料 除了国内平台之外 对于在海外平台上发布的恶性贴文和评论 以及频道运营者 我们也向调查机关提交了控告书 从提交控告书 经过调查到法律裁决等 案件结束 首则需要数月 多则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即使需要耗费时间 公司也会持续努力 对于侵犯一人权益的控告案件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宽恕 并将坚决应对到底 因为最近两个月 有关Lessirapy 为了黑而黑的恶拼 实在是太严重了 所以Source Music的这个提告声明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就算不是我家爱豆也觉得很解气 那些以仇恨为荣 像运动一样竞争的攻击别人的人 从今天开始希望你们也睡不好觉 真的觉得那些用公开账号疯狂发恶评的人是不是疯了 公司已经把留言区关闭了 所以现在在IG YouTube上删除自己的恶评也会留下记录的 怎么办呢 这些 没有发恶评的人 哦 公司要提告啊 觉得理所当然 发过恶评的人 疯了吧 已经失去大众支持了 形象下滑了 手脚发抖 我能理解有些人在Kochella后 因实力问题批评他们 但恶评的程度也太过分了 比犯罪的人还要受更多的辱骂 无论做什么都会被找奇怪的理由攻击 尤其是因为前后内容被删的截脱 而受到更严重的攻击 这种过度反应甚至让人产生同情性 所以公司发布提告声明 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支持 Lisrapin的恶评真的很严重 感觉有些人认为 他们是可以随便攻击的对象 提告加油 希望毫不宽恕的进行到底 所以对于Lisrapin所属公司的提告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scheduling Mind your love 终于LisrapinCM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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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